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的头条一样都还是服貌争议 马恩九总统在昨天又再度召集高层会议 另外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也召开记者会 他强调民主法治的社会不容任何人霸占国会 也恳请立法院长王金平尽早协助劝导学生撤离 一群大学生三号校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喊口号 把国会要回来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也举行记者会 针对三月十八号以来 反服貌学生持续占领国会议场 做出七点声明 除了谴责学生霸占国会 践踏民主法治 也恳请立法院长王金平出面帮忙劝退学生 恳请王院长尽早协助 来劝导学生撤离议场 让国会早日恢复正常运作 审查民生法案 曾永泉也呼吁民进党 不要躲在学生后面 不应该违反民主法治原则 以暴力霸占主席台 以少数压制多数 阻止服貌协议逐条审查 民进党在先前霸占主席台 憋格逐条审查 强达了九个月 今天 昨天又开始连续的 强力憋格意识 直指国民党的立委 进场开会 另外 针对网络媒体 风传媒报道 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 4月2号召集幕僚协商 定调学运 亦在两个星期内获得解决 府方还将透过美国 向民进党施压 打消反服貌念头 对此 总统府发出声明否认 不过 府方证实 3号下午 总统马英九再度邀及金普聪 副总统吴敦义 行政院长江仪化 以及曾永泉等人 召开高层密会 讨论学运的解决方案执行状况 对照之后 曾永泉出面召开的记者会 传达府院党坚持服貌协议 在立法院逐条审查的底线 记者陈小青 谢奇文 台北报道